Hello, 大家好, 我是把兵 話說近日, 日本開始排放因為福島核電廠事故後產生其合廢水 也就是日本官方所稱的處理水 之後各大新聞都不停日以繼夜夜以繼夜地報導這件事 而小弟在不同的渠道 包括小弟逢星期五晚的直播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 DM 都收到很多讀者, 想我講一下這則新聞 其實核福時有這個 topic 是深澳到沒有人有的 即使講最基本的東西, 例如什麼是加碼射線、判追期、同位數這些 講得來, 影片都不用講其他東西了 還要如果計算數 只講那些計算輻射的單位 什麼severt、什麼貝克這些 都夠拔爆了大家的頭了 再計算現在釋放出來的村 如果被魚吸了 要吃多少條這些魚才有危險的這條數 計算得來, 大家都應該躺起來了 同時, 輻射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簡單去理解呢? 所以, 這條片 小弟會先引用 怕輻射不如先保佬這本書 用common sense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這件事 然後再在這條片後半段 用陰謀論的角度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條片是由日本石甘米雙無安全套贊助播出 首先, 最基本都要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輻射 輻射是一種能量傳遞的形式 一般也有稱之為電磁波 在物理的分類上 所有會產生電磁波的東西 都可以稱之為輻射 所以, 包括大家家裡收音機的無線電波 WiFi 燈 電腦 基本上只要是需要插電或有裝電池的東西 全部都有輻射 而為什麼一般人一聽到輻射 就馬上怕到又要盲腸炎 又說不吃日本東西 有些人更瘋 又不捨不吃日本東西 但又淘寶淘了自己也不理解怎麼運作的核輻射檢測儀 來嘟些魚生 他們那麼害怕 是因為一提到核輻射 他們就馬上聯想到K型、岩徵、原子彈爆炸之類的東西 之後就很直線思維地想 輻射就對人體不好 那這東西有輻射 所以這東西就對人體不好 這個超簡單兼錯了的邏輯 那實情是怎樣呢 首先 我們在報紙雜誌會看到的 已知可能會危害人體的輻射 稱之為游離輻射 例如X-ray α、β、加碼射線 以及各式各樣 大家都可能沒聽過的射線 那Hook 為何變成Hook 以及那六顆無限寶石釋放的呢 就是加碼射線 - 但燃營主要是加碼射線 而所謂的游離 就是指高能量電磁輻射穿透人體的時候 從人體內的原子裡面 逼走一顆電子 這個時候你身上的原子就會不穩定 接著就可能會產生一些 例如DNA斷裂的生物效應 DNA 是一種整對的雙螺旋鏈 如果只是斷一條的話 身體是可以很輕鬆地修補的 詳細為何這麼容易修補呢 3月2月很難說 有完講什麼DNA再分享 但是如果整對的兩端同時斷裂的話 細胞就沒辦法正常複製 然後細胞可能會就這樣死了 會變形態 或者成為癌細胞 我想大家最怕都是怕細胞變成癌細胞 但是有一件事在說輻射的時候 一定要講完的 否則就不如省一口氣 不要說 這件事就是製量 大約在16世紀 瑞士醫生 巴拉塞爾士 就曾經說過 所有的物質都是毒物 重點是你吃了多少 有了這個概念 對於輻射的劑量的理解 就簡單很多了 根據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 第60號報告書指出 每一個Severt Severt 即是解輻射劑量對生物組織的影響程度的單位 一個單位的Severt 就會產生多4.8%的癌症風險 所以 我們不要說這樣穿水了 現在直接計算一下 如果在福島第一核電廠周圍測到的劑量率 是每小時18mS 然後在這裡住足一年 所造成的癌症風險會有多大呢? 這條數應該怎樣計算呢? 年劑量18mS 乘一日24小時 再乘一年365天 Total就是157680mS 換算了單位之後 即是0.15768mS 如果在這裡住一年的話 患癌的風險就會增加0.15768mS 乘4.8% 即是0.7569% 影片開頭說了不算數 剛剛算這條最淺的了 是不是頂不好呢? 辛辛苦苦計完這條數 患癌的風險就是增加了0.7569% 大家以為這樣就算到治癌率了? 少年真是太年輕了 答案是 計完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目前在地球表面上的背景輻射 最高的地方 是伊朗的拉姆沙 這裡的年背景輻射大約是260mS 比福島的157.600mS高很多 但是呢 就從來沒有觀察到這個地方的 居民的癌症風險 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有顯著的差異 也就是說 就算我們請1000人住在福島一整年 也未必能夠觀察到這個理論上 會增加0.76%的癌症風險 還要即使患癌機率 將會比沒有接受過暴露的人高出0.76% 即是假設有10萬個人 就會有760個人 因此得到癌症 聽起來是不是好像很恐怖那樣呢? 其實你會覺得恐怖 很可能是因為你不知道 根據BBC的報導 數據顯示 英國幾乎54%的男性會患上癌症 女性呢 就大約低於48% 簡單說 即是大家一生會患癌的機率大約是50% 跟結緣分會離婚的機率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 即是這10萬人 就算什麼都不做 都會有5萬人得到癌症 更糟惑的是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分辨出這5萬人 和這760人的名單有沒有重疊 這就是為什麼檢測低劑量的核輻射 是沒有臨床意義的原因 先說明 上面這段說話不是鼓勵大家可以飲食 吃午餐肉呀 腸仔呀 吃煙呀這些致癌物 而是想說 這麼低劑量的輻射 真是很難算到會不會致癌 就好像一輩子人只吃一支煙 和吃一罐午餐肉 會不會致癌一樣 計來都浪費 另外 其實萬物當然有輻射 例如香蕉 香蕉是一種含有豐富甲的水果 甲在自然界的放射性同位數 甲40 比例高達0.0117% 甲40的半歲期長達12億5千萬年 地球的壽命都是50億年左右而已 所以 假如這堆甲40 是從地球誕生起那一天就存在 經過這50億年之後 就會衰減為原本的16分1左右 換句說話說 在我們這一生人裏面 我們吃過的每條香蕉 幾乎都是無時無刻地放著輻射的 然後大家聽完上面輻射的輻射的例子 大家就應該要懂得問 這條蕉裏面的甲40 的劑量是多少呢 據說這個問題 在1995年 一個討論核複射安全的 油檢討論群組當中 被提出過 小弟就直接引用了 一條150克的香蕉 大約含有0.5克的甲 根據美國環保署的資料顯示 甲40對一個成年人暴露的劑量 大約是每倍克 有5.02個nanosievert 而每克的甲40 它的活性是31倍 根據以上的資料 就可以得到所謂的香蕉等候劑量 是0.0778mc 四捨五入就當它0.1mc 所以即是說 當你一口氣吃光300條蕉 還要不拔出來的情況下 經過50年之後 就等於照著一次X光 當中所產生的癌症風險 大約是增加了0.000000400% 如果大家換換今次的主角 村 村對人體的影響 是甲40的344分之1 而一條魚和人類一樣 都是大約7成是水 簡單說 即是150克的魚 有105克是水 而現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周邊海域 抽取海水的樣本 當中的放射性物質村的濃度 是低於每公斤1500倍克 所以這條數應該是這樣算 簡單說 即是吃一條150克的魚 受到核輻射影響 比吃一條椒是少三倍 即是大家如一口氣吃900條魚 還要不餓再撈它50年 就等於照著一次X光了 不過其實這條數都是跟大家玩玩的 完全是不精準的 現實沒得這樣算的 準備很認真留言跟我計算那些 可以收回手 阿頭你不要那麼衝動 你的鐵沙掌那麼厲害 我們已經很害怕了 對呀很害怕很害怕 日本水餐廳在25號 在距離福島核電廠5公里外 打撈了兩條魚 並且進行穿濃度的檢測 結果顯示 售測的兩條魚 皆未測出 穿 為何那些魚會沒有含穿呢 這條影片的烏揚後續會跟大家解釋 說到這裡 大家應該明白 你要檢測到 算到 你吃一條日本魚會不會有輻射 基本上 是沒有可能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變數太多 輻射量又極低 算得來都蠻份的 但又這麼說 如果他日 再爆獲勁的 又甚至可能不是日本炮 而是那些其他沒有那麼文明的地方爆 我們又很難真的算得適合的數 那我們應該怎麼分析這件事呢 然後呢 就來到說陰謀論的部分了 現在中國有中國的說法 國際有國際的說法 原子能又有自己的說法 不過都是那句 他們的說法 所有這些權威人士 在上位者 資源壟斷者 他們做任何的決定 其實都只是一件事 就是利益 如果是基於利益去說的話 我們作為星斗市民 第一 我們是解決不了的 如果日本放的核廢水 真的會弄死大家 你們不是以為不是日本東西就沒事吧 現在的水是排落太平洋 不是排落太平湖 水會動的 再現實一點 現在排放水的那條水流 是向著俄羅斯 向著加拿大 他們會不理 不合理 除非另一個可能就是那些資源壟斷者 已經整了一架太空船 隨時走路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大家都沒有辦法 第二 我們這些小市民 嚴格來說是叫做肉錘真板上 是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當年美國扔兩顆原子彈去日本 都沒有問過中國 也都當然沒有問過蘇聯 大家不會覺得這樣爆輻射 打算隔著海就沒事吧 雖然說得很灰 現實又真的是這樣 不過 大家都知道 在社會的運作裡面 高層的人 就叫做資源壟斷者 如果這件事是這麼嚴重 隨時順便這麼說 他們可以隨時飛去第二個星球生活 如果不是 排合廢水這些東西 嚴重起上來可以欠求產 他們也避不到 大家覺得 這些資源壟斷者 會不會被這些事情發生呢 簡單來說 現在全球最深層的核能技術 是被諾貝爾獎的那個諾貝爾家族 以及羅富齊家族控制著的 如果你是諾貝爾家族 你看到在日本街頭 在有個小朋友 在學校裡面在自製核彈 還摘死了全村人 但是你又不出手阻止 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殺傷力有限 第二 你又解藥 那如果這條魚是中了輻射 有解藥也沒用的啦 你將它炸汁再過濾才吃嗎 所以就即是這件事 只是武肺2.0 大家就盡量叫那些魚 戴好面蓋 和打好email 講白點 立刻在上位置 覺得這件事實傷力有限 其實回歸基本步 太陽射下來比我們的輻射更大 再加上大家家裡只會有微波爐 都已經比你日本魚厲害幾倍了 還有中國的核廢水排放標準 就更低過別人 日本人對環境的保育 就一定比其他國家高了 中國的工廠 就在這四五十年的中國經濟所謂起飛 破壞了幾多環境 故宮六百幾年來都沒有水浸過 現在搞成這樣就大家知道什麼了 那究竟現在排核廢水搞出來的風波 是政治 還是科學呢 影片來到最後 開玩笑地說 那些覺得日本那麼危險的人 吃條魚都害怕的 那如果三上油鴉請你去日本 那三上油鴉危險些 還是一些核輻射危險些呢 就是這麼簡單 你會不會拿一部核輻射檢測 而去嘟一嘟三上油鴉先呢 現實一點的話 這個社會 人類 就是這樣 什麼都說到你害怕 才有新聞的嘛 慘得過有人相信 原來真的會害怕嗎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會員後續精華會再深入說一下陰謀論 還有也會說實際上 科學上 為什麼這件事對我們影響不大 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輻射這件事 還有如果真的很害怕 除了不害怕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那會員後續精華5元美金就看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妨like、share和comment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逢星期四出片 星期二可能有片 星期五日晚上9點鐘 會在YouTube上直播 說說時事和政治 希望到時可以看到大家 我已經開了我們的Patreon會員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有沒有 星期六日快樂 謝謝